我们学佛到底有多大的功夫 不看别的就看你怎么转进去 你能不能转得了 头一个人事环境上转 别人恭维你赞叹你 你不生欢喜心 不生贪恋的心 你能够保持心底的平静 这个是学不贵经济转 逆境我远 别人来毁谤你 侮辱你 欺负你 陷害你 你能够随便 你能够接受 安然无私 心里头没有一丝毫诚惠心 你转进去 趁你心意的事情 生了欢喜心 起了贪心 你被禁戒转了 卧原现前了 你遭受侮辱了 遭人毁谤了 心里难过 还有诚惠 离背经济转 学佛要学转变 首先从人事上转 在这上练功 这个功夫练成之后 自自然然就能转环境的 转环境的是 冬天不冷 夏天不日 坐屋 你所体会的是清凉 到这个时候 那就是佛经上讲的 静随心转 所以能转物质的境界 能转环境 能转自然的境界 那个功夫又是高一层 首先你要能转人事的境界 你在这上学历 清净心是这样修成的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慈悲 都是在 借出一切人 四五里头 修炼成功的 不是念经 念经没用处啊 拜菜没用处啊 佛下面的客想头 也没用处啊 要在境界里的 烈死练心 花音经末后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就是这样的修学方法 你看他猜法 五十三位善知识 这五十三个人 修学的法门不一样 里头有男女老少 有大富大贵 有贫穷下检 他在这一切人四五里面 修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慈悲 他称佛了 你离开这个环境 到哪里修啊 真修行 真修行 在人四五环境里修啊 像烈死 炼心的 那个炼是锻炼的 炼就是修心 修炼的 不离开环境 不离开环境的 深境里头 修什么呢 不齐贪心 逆境里头 修不齐晨慧 逗一步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夫 啊 这个是功夫刚刚的烈 真正生功夫呢 不齐分别 不齐自主 不齐妄想 那你就是 入了菩萨境界 你就不是凡人了 一定要懂得 福 这个 讲经受法 教学 他那个句句话里 这个含义是什么 要会听 看见要会看 亦在颜外 亦在文字之外 你能看得出来 那 真理是要说 死在文字里头 死在言语里头 从前李老师讲 那是佛呆子 念书 念的时候 不能够消化 书呆子 念书不开悟 书呆子 学佛不开悟 佛呆子 在李老师以前 尝尝尝说 愿解如来 真神义 我们 一定要重视 阿 阿 宁 佛 佛 阿 宁 佛 佛 阿 宁 佛 阿 宁 佛 阿 宁 佛 好